这就是国民党 对 所以分析下来 这国民党这一局还真的是 背后真的是戏非常的多 原来有这么多的布局跟臣服 来 欣妍 那这个对韩国瑜来讲 看起来这一仗并不好过咯 可能要看很多人的脸色 当然是不好过 因为本来朱立元提名韩国瑜 当部分区第一名的时候 哇 那时候搞得风风火火 而且讲这个大家都心知肚明 就是这个准院长的姿态要进去 结果韩国瑜想说 奇怪 我应该要亲定 我指定了这个副院长的人选 跟我搭档 出来之后没想要复婚期 想要争取 然后党装竟然一点表态都没有 很简单嘛 因为朱立元被搞不清楚状况的人 逼宫的时候你韩国瑜没有出身 有些县市首长不是说 朱主席很辛苦 我们希望他继续留下来 结果韩国瑜没有表态 那你不表态我也故意 这个先不表态几天嘛 所以隔了两天之后朱立元才反应过来 才开始去运作这件事情 那个时候我们就讲了 朱立元在这件事情上面 如果处理的不好 他影响到的会是他党主席的权威 目前败选 他的党主席权威已经削弱一半 下次大家想说你任期剩一年五个月 任内也没有其他重大选举 大家也不想去跟你争这一个 他想要去选的是正任的党主席 可是如果在政府院长这一局 没有如本来朱立元所预估的 让韩国瑜当院长这一局的话 那会影响到他党主席权威 而且韩国瑜会不会不爽 韩国瑜不爽他代表不是只有他自己 包含党内的其他势力 其实对于朱立元都是不满意的 但如果也出来逼供你朱立元 他接下来就会变成真正的跛脚猪 所以后来发现事态危急 他必须要出来表态 因为确实今天有传说 本来他是希望找这个林德福来搭党 那没想到韩国瑜有其他的想法 但我认为韩国瑜这样的想法是对的 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傅国瑜很明显 他大概也知道说要去争这个正的院长 他争不过韩国瑜 那他退而求其是想去争取这个副院长 但是副院长讲的韩国瑜跟这个傅昆奇的搭配 韩国瑜跟江启仁搭配 怎么样的社会形象比较好 而且找江启臣非常的聪明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韩国瑜 因为你找江启臣出了兼顾世代等等这些 江启臣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2020年国民党败选的时候 那个时候百大希望朱立元可以接党主席 想说朱立元那个时候还是比较有政治实力 可以看得起来 朱立元不敢接嘛 不想接嘛 江启臣出来接 然后那个时候带领国民党撑过的那一段时间 一年半左右 然后带领国民党做了一些 这个推动一些改革 然后朱立元到2021要选政任的时候 才要再出来选 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江启臣没有办法继续连任 可是国民党员普遍心中会觉得说 其实我们欠江启臣一份请嘛 就是说江启臣你过去为了党这么努力 所以提江启臣大家其实没有什么意见 大家顶着就是说你韩国瑜没有先跟大家打招 或者是觉得说或许有些人也想要争取 心里不是很开心 但我觉得现在看起来这个大势敌定 可是不是没有危险 大势是真的 就是说那个量票 真的大家都会听朱立伦要量票吗 对为什么我想说不是没有危险 就是说上一届 我们现在这一届还没卸任 2020年我们拿来38席 结果最后来这个提 是投院长副院长的时候 我们决定自提人选 那个时候院长我们提了这个赖世保 因为想说最自身 当然还是不会过嘛 只是大家就说还是要飘飘入国 可是我们38席最后投出来几票 36票发生什么事 有其中一票据说去盖给了赖品鱼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选政副院长的 那个是所有立马委员 113席都是候选人 然后依照姓氏排名嘛 然后有人把这个赖世保 跟赖品鱼的栏位看错 因为都姓赖 盖成赖品鱼 因为民进党飘飘入轨 那一定就是国民党这边跑票嘛 因为国民党只开出36票 那有人就推测 可能有人这个眼睛出了问题 不小心盖给赖品鱼 那问题还有一票 那一票大家没有去追耶 不知道跑去哪里 而且我们那一年是有量票的 我印象深刻 负责监票的还是 即使的量票还是会有意外 即使的量票还会有意外 但是国民党现在是脆弱的多数 我们如果加了这两席 无党的高金跟陈超明 我相信他们应该不会跑票 我相信他们不会跑票 而且讲真的 高金跟韩国游戏的关系 是非常好的 那他们接下来加入 国民党团的运作 理论上他们也要遵守 党团的决议 那党团如果决议说 我们是要量票 那他们应该也 无党这两票 这个没问题 反而是52席 可能不知道是谁会出状况 对我们52加2 54 我们只要里面有三票 假如傅昆奇 这个我心情还是不是很好 我忘记盖了 他只要忘记盖就好了 他不用盖错 忘记盖了 只要两三票 或者是这个 或者是说 对我记得我要选院长 我盖了这个副院长一票 结果对我还是要逃韩国游 我盖了韩国游一票 是不是又变成废票了 所以说只要傅昆奇票已经错 或者是要再去策动两个人的话 就跟民进党就平票 而且这个前提是在 民众党还没投票之前 因为现在也传出说 民众党可能会有新的 把戏嘛 想说分裂投票嘛 院长可能去投 游习坤副院长投江启臣 要是这样子一来一往的话 会不会到最后一搞下去 变成正副院长是不同党派的 对 说不定还可能会这样发生 所以这件事情 我必须要提醒朱立委 反正朱立委现在已经决定 留下来就算了 因为他讲说 更多的声音希望他留下来 虽然大家在讲说他有幻听 但不管怎么样 你都已经留下来了 剩下这一年五个月 你就好好住 最快眼前这一张二月一号 如果立法院正副院长选举 我们除了任何的纰漏的话 会威胁到的是朱立伦 接下来的这个领导危险 是的确 所以韩国瑜是不是真的能够 当上立法院长 看起来是充满了危机跟变数 韩朱可能都没有把握 因为到底是 你们党内那52席 会不会有人出状况了 到时候是不是真的能够 飘飘入轨 恐怕大有问题 再来一个关键就是 民众党到底会投谁呢 因为现在又传出说 因为选前韩国瑜 去呛柯文哲嘛 你选举空气枪嘛 很热闹 但不会赢哦 据说柯文哲非常的在意 来瑞德哥 这个部分 民众党有谁会去投韩国瑜 有谁会去投游席坤 这恐怕这当中 又是一个关键票数咯 那请问为什么要 这个民众党决定的 最后的date time 是在1月28号 因为很简单 因为1月29号 民进党要宣布 他们政府院长的候选人能选 所以讲白了 你还不是在 你还不是在痴痴的等待 对不对 那为什么呢 我觉得民众党最大的问题 就是四分五列 他在八席里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组合 有来自于新党亲民党的那种出身 有来自于太阳花学运 虽然后来被弃了太阳花的时代力量创始人 有来自于台独 这个台派独派出身 现在也跟台派独派完全没有关系的 也来自于这个等于说自己 媒体这边或是地方势力 所以他的组成是非常好玩的一个组合 可是问题是就被被黄国昌 一个记者会给搞砸了 为什么 那场记者会是黄国昌个人秀 但是他把整个民众党跟巴西 全部饶上去 你丢了四个前提出来 要蓝绿回答 考卷回答完了以后 我再看看回答的成绩好不好 再决定要不要跟谁合作 你以为你谁啊 我讲坦白宇宙无敌大立委啊 你以为你黄国昌有多大 你自己该国时代力量四年的立委 你不知道你不会是个阳村立委啊 好 结果他丢出来以后 你没有发现吗 蓝绿集体把它边缘化 我其实柯近平总召讲的没有错啊 巴西如果全部把你边缘化 你巴西事实上等于零 分散在 我跟你说一样 你以为选举的时候 你这关键少数啊 你也被他等啊 为什么呢 我如果是国民党的话 我如果吃定你 不会去跟民进党合作的话 我完全甩都不甩你 因为第二回合 我国民党一定赢 只要我国民党里面内部摆得平就OK嘛 所以现在要求量票啊 现在不管你怎么样 国民党现在就要在旁边量票 你就给我量票 我怕你跑票 今天不是说有两票吗 我都怀疑 难道只有两票而已吗 我又一直觉得 朱立人的那个谈话蛮有意思 充满玄机啊 清清白白 绝对不容许金钱跟 你有什么特别去讲金钱啊 你一直提钱哦 一直提钱 他一定听到什么风声嘛 那你要知道哦 这个到时候票开出来啊 民进党少于51席难看 国民党跟两个五党籍 少于54席难看 那民众党也难看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人家不跟你合作 那你怎么办 所以他们现在有三种版本了嘛 因为各式有跟蓝的 蓝白盒 有绿白盒 那还有另外就是各投各的 当然也可以自己 自己这个提出自己的政府院长 那没有用嘛 等于废票 所以昨天提出来的最新的版本是说 不能这样啦 那个因为柯文哲不是讲说 他跟韩国瑜很熟 但韩国瑜骂他空气枪啊 没有空气枪 只会砰砰砰啊 没有用啊 砰砰叫 但没有用啊 是空心的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他非常在乎 他当然在乎啊 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了不起的领袖人物嘛 不设不设出的英雄就是这样嘛 可是问题是 他是柯文哲 柯文哲讲什么 你要太信任他 你要太相信他 他连签名的东西 隔天都可以还回 都可以翻脸不认上 所以他这种人讲什么 他不是要选前故意讲 游锡坤都没有骂过我 哎呦 让人家有个空间说 好像是不是可以绿白盒的 不要想太多 我告诉你 现在去谈什么 游锡坤可能是院长 副院长跟江启臣 我问你 对民众党有什么好处 还有不要去 我看有一些分析啊 尤其是国民党的一些人啊 一些立委啊 那么分析的时候说啊 至少民众党有三票 投不下韩国瑜嘛 当然讲唱双簧的两位之外 还有一个陈昭之嘛 去看看陈昭之的脸书 陈昭之早就不是独派台派了 他跟独派台派嗆瞎啊 你知道吗 他直接嗆瞎说 那些曾经因为 他跟柯文哲在一起 然后骂他被弃被弃被鼓的人啊 没有资格跟他讲说 要他去投投艺术 要他去投游锡坤啊 所以他这一票 也不一定会投给游锡坤啊 不要想太多 他们都已经不是本来的人了 你知道 本来的骄傲 无比骄傲的黄国昌 你会想他扛着一个阿伯的那个 在胯下这样子扛着走吗 你想象不到嘛 为了当一个官一个人 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完全不认识的一个人嘛 所以现在的问题在这个地方 那么为什么 国民党还是会怕 因为很简单 因为他们并不是心服口服 我们大家都一致 然后就进行投票 不是 所以哦 所以今天 那么周立人都直接明讲 这摆明了就是量票 量票我要看到 你就是投给韩国瑜 你如果让我看到 你投给谁的话 我直接就党纪 来进行他自己本身身为党主席 这是他的党主席保护 我已经讲过了 如果韩国瑜不是立法院院长 最可怕的是 首当其冲去冲击到的 是朱立伦未来的主席啊 那你会说那个主席有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啊 主席还真的没什么 是个鸡软鸡肋 可问题是 虽然每个月都要去筹款 但是目前还是国民党最大的一个行政机构 所以朱立伦一定会在这一次监军里面 一定会监军 两边势均力敌的时候 王金平投了关键的一票 但那是非常罕见的 当政府院长的时候 你就是拿个锤子 在那边锤组织会议而已 我讲白了 无聊到 听说之前都拿个本书在那边看 拿个电脑在那边玩 都是这个样子嘛 因为你是这样而已嘛 我想说你 政府院长就是要超然独立于党派的运作以外嘛 但是对国民党来讲 那个意义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这次是第一大党 政府院长拿下来的 我才有下次真正拿回整个政权的底气啊 是 不过现在对于国民党来讲 恐怕是没有把握 因为是充满了变数 民众党似乎也充满变数 因为他们可能会分裂投票 所以明峰姐怎么样看 现在掌握的关键 包括民众党 如果分裂投票的结果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反而是绿营的游锡坤 有机会在这个混乱当中 拿下院长宝座吗 我觉得当然第一个 你要确保国民党不跑票嘛 国民党不跑票 我觉得依照国民党党团运作的规则 当然今年有 非常多年轻人进来 但是他们也有父辈的关系嘛 那这个过去的话 如果不量票的人 我觉得那个跑票的机会都很大 因为那个就是国民党的文化 我也不晓得 我十几年在立法院看起来 就是这个样子 那比如说他们新克力委 敢不量票吗 对 那就是看 那如果说 如果说某一个人的爸爸 跟谁关系很好的时候 那也只好叫儿子自己不量票啊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变数 就要看你 因为这是第一次投票 那你就看你党绩怎么样 那基本上当然是说 觉得年轻的人是不大可能 那就是一些比较 老的 对老的 或是那种关系很复杂的人 这样子 因为我们说实在的 你就要我们对于傅昆启的了解 他突然一念之间 就说他不要跟韩国瑜 或是这个 这个所谓江启成 争这个院长或副院长的话 我觉得他不要换一点代价回去吗 大家都觉得有鬼 大家都觉得不大可能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要换总招 那你换一届总招也很不划算啊 所以说我们就现在在质疑 你党中央朱立伦 是不是有跟傅昆启有一些 这个黑暗的交易 你是不是要保证他几届总招 一届总招要做一年 你是保证三年都是他 那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是要民选的 这个是要党团选出来的 如果你朱立伦做这种保证的话 我觉得那就很蠢啊 恐怕也达不到 那傅昆启如果在达不到的情况之下 他会怎么运作谁知道呢 那如果说这个陈超明跟这个高清素媒 虽然话讲得很好听或是怎样 这两位我说实在的 这个过去的记录也都不是很好啊 这每次国民党最次别放话说 我们都会团结啊 请那个民党不要想太多 不要对我们动手动脚或是怎样 其实是吗 是民党会动手动脚吗 你现在表明了这两位无党籍的 很可能就是记录不良的人啊 谁知道呢 这两票会不会跑 这很难讲嘛 那你再说 因为黄国昌是一直想说会团进团出 但是问题是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等于支持了韩国瑜做国会的议长嘛 那你这样子对于小党你有沒有发挥 所谓的关键性的影响力 你搞不好一念之间就觉得说我应该要投票 我才能够有动摇这个立法院 我是好奇黄国昌这样讲 黄珊珊就会听吗 搞不好开会的时候就翻过来了 那翻过来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情况是对民党比较有利的 你包括黄国昌本人 黄国昌本人跟游席坤的私交 又都比这个韩国瑜好 因为韩国瑜的私交是跟柯文哲比较好 但是黄国昌这个人算柯建民很讨厌他 大家也都不喜欢他 但是他论私交的话他跟这个所谓的政国会人都认为 他跟这个游席坤的交情是有的 因为他从来没有骂过游席坤 对那你譬如说你黄珊珊 黄珊珊本来就是哥哥也是在民党政府做事嘛 那你国民党一上来的话就要清算我哥哥 那我当然我立法院我至少 我如果可以自由投票 我当然是保我哥哥啊 黄珊珊应该是韩国瑜投不下去吧 对啊他也投不下去啊 然后这个不分区立委很多都是黄珊珊的人 所以我觉得黄珊珊可以带动几票 这个就很难讲可能不止黄珊珊一票 那我觉得里面可能会铁投国民党一票的 可能就是齐凯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对不起啊 因为我觉得他跟国民党的关系也蛮好 他也是从彰化来的或是怎样 如果他可以开放投票的话 我觉得连黄国昌都不见得会投国民党 那投国民党可能就只有一两票这样的情况 所以现在就是说传出民众有分裂的投票 院长是支持游锡坤 副院长是投江启臣 对就是说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你这样子你就发挥了所谓影响力的效果 然后帮国会的门面是保住了 对于民众党来讲 你又可以跟那些小草说 你看我在国会里面 我又发挥一个功能性啊 我就保住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什么门面或怎样 那一切想法都在民众党29号开党团会议 或是柯文哲或是黄国昌哲一念之间啊 看你要怎么样的国会呈现在这上面 如果你自己觉得我自保自身就好了 我不要变成小蓝或小绿 那这个国会就是变成一种 国民党的什么寒江配 寒江配这样的组合 你可以在这个国会你觉得你身以为傲吗 你可以身以为傲吗 那你要不要发挥影响力 选出一个比较理想的政副院长 当国会的门面会不会比较好 这就是你自己要衡量的 然后也可以发挥你未来的影响力啊 否则你这样子 说好听是杰生之后 否则是孤步自封嘛 那你知道有什么影响力呢 是 范老师怎么看 因为现在对于这个蓝白来讲 尤锡坤会不会反而是一个最大公约数呢 尤锡坤在之前的接受访问也说 小党也可以当国会议长 这相对对于民众党来讲 也是一个友善的一个情况 那现在对国民党来说 反而韩国瑜自己压力更大了 看起来是势在必得 但其实充满变数 对 就是说这个周末 六日一 这个傅坤其实真的是主导大家的眼球 这个戏剧高潮迭起 但是结果大家都翻车了 他上个礼拜六 他发了一个签字文 说他要进行国会改革 然后礼拜天在花莲开一个记者会 还信誓旦旦的说 我们国会改革有五点主张 然后还讲说要要求 所有想选立法院的院长人 都要有签承诺书 然后又说我如果院长做18个月 我做不好我就下台 甚至还说我希望能够 国民党办假投票 凉洋洒洒 有正纲 有承诺书 有做法 有承诺 演员就是真的要选了吗 然后我们看到昨天 他去参加国民党的 新科的立委的座谈会 他在会场门口接受媒体访问 还信誓旦旦的说 我要参选 我要担任立法院的所谓的国会的领袖 讲得慷慨激扬 结果一进到会场 大家没想到大家都傻眼了 所以昨天很多 政论节目通告全部都改了吗 因为大家本来就是以为你会选到底 忽然进去就说我支持韩国瑜 我发觉有两个特质 一个是朱立伦一开始他讲话 他讲的我们一定要 全部都要投支持韩国瑜 然后说不配金钱 不配利用 讲的也是慷慨激扬 除非朱立伦是在骗大家 他早就知道傅克恩奇不选 否则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朱立伦 似乎他还是认为傅克恩奇会选 如果真的他早就知道 那我真的觉得我们被朱立伦 跟这个傅克恩奇蒙在鼓里 否则的话我觉得当时的朱立伦反应 他似乎还是认为傅克恩奇会选 第二个是韩国瑜 韩国瑜的脸色非常凝重 感觉这个甚至等到傅克恩奇说 要支持这个韩国瑜 他还有一点 还不晓得是真的还假的 没有笑容 所以我觉得这场戏 傅克恩奇到底目的是什么 是以退为进呢 我退出这个立法院院长的选举 那我获得的是未来的总招 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会觉得这里面有非常多的 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地方 而且我觉得傅克恩奇 你打的改革国会的这个大旗 其实我说实在 我是觉得他没什么资格改革国会 要当任立法院院长 你起码要高风亮节嘛 对不对 那你自己其实也达不到这个程度 那你让昙华人现场有很多争议 特别是你过去也对国会改革 没什么贡献 那你打的国会改革大旗 我真的你翻人悔悟 我也觉得我肯定你 可是你怎么搞了两三天 就拿来装作一个政治 到今天的演变是说 在国民党到底会有跑几票 对 两票恐怕不止 对那我不需要讲了 就是说国民党各政党 如果没有理想 都是谈政治按盘交易 大家会觉得这个党是没有希望的 所以我觉得那再来就是说 现在怎么投下来结果 上礼拜五大家记得吗 那个韩国瑜在这个宴请 这些立法委员 结果呢 国民党的52席才来的15席 对 37席没有来 所以你看包含像这个谢一凤 马文君 严宽恒 洪梦凯 罗明才 这都是过去长期以来家族政治 这些人跟傅宽吉非常好 那另外连新科的王洪威 徐晓星也没来 就变成说 我觉得上个礼拜五啊 这个韩国一定吓到了 他本来52席 应该是白五桌吧 一桌十个人 我听说那个餐厅是以这个 酸菜白肉锅很有名的 五桌的酸菜白肉锅 那个锅都在那边滚啊 结果只来了一桌人 我认为韩国瑜当天真的吓到了 而且我们都觉得 以傅宽吉这样的影响力 应该他就选到底了 结果是什么原因 忽然就停了 就像那个车子忽然急转弯 这个后座的人全部从车子 被车子 从车上被甩出车外去了 所以这个到底猫腻在哪里 但是今天看起来 韩国瑜真的认为他稳当选吗 未必有 因为当天的选票 每一个立委自己是投票人 也是候选人 那会不会傅宽吉的票 还有很多人投他呢 你国民党说用党计 到时候韩国会不会连50票都没有 那就难看的 对 难看的 对对对 那这就非常难看 难看的 朱立伦可能都颜面无光 对所以说到底 这个傅宽吉 有没有停止这个底下动作 没有人知道 因为这两天我看到了 像这个谢一峰 他们也没有人出来停韩国瑜 也没听他们出来 没有人表态 没有人表态 这个表态应该是 这52个立委 每个都表态 甚至就 保证一定会投给韩国瑜 下军令撞 可是有吗 所以我认为 韩国瑜现在晚上睡觉 还是睡不安稳 他不晓得2月1号 到时候投来 结果是怎么样 他没有底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事情凸显了国民党内部 耳鱼我诈 彼此互相不信赖 那现在这八席的民众党 为什么很重要 大家都谈到嘛 黄珊珊会投谁 我不认为他投了 他投得下这个韩国瑜了 那另外是林国成 林国成也是过去亲民党出身的啊 现在有人认为说 黄珊珊在民众党里面 已经变得是一个派系了 黄国成 那你在像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张旗凯 刚刚讲旗凯 我现在遇到他 他态度当然 他没有清楚表达 那所以说你看像这个吴春成 他过去是战国策 他是帮国民党助逐选的 他可能会投韩国瑜 就变成说民众党到底 到时候怎么动 大家不晓得 这两天又讲到说 蔡壁如要被 这个要被柯文哲 这个找回来当中央委员 就是要把八个部分区立委 让他们乖乖听话 因为民众党过去是 柔性政党 没有什么党纪 也不强调很重要 很强调纪律 可是为什么黄石 说这个时候传出来说 要蔡壁如回来 而且要把八个部分区 好好管住 是不是柯文哲 要让这八个人 都听他的指令来投票 就柯文哲有没有办法 命令这八个人说 你要投谁 你要投谁 对 有没有这个条件 因为民众党过去 他感觉是非常有 有尊重柔性政党 是非常不强调纪律的 怎么这个时候 后来强调纪律了 那这些立委 会不会完全听 柯文哲的命令 这就不知道了 所以未来这八票 还是扮演一个 关键的角色 但民进党是说 我们根本就不在乎 但我是觉得这个 柯建民他是 学了毛泽东的一个用 这个一个战术 叫做战略上藐视敌人 战术上重视敌人 表面上我不在乎 但是我认为两党 当然都会竭尽所能的 跟这八位民众党的部分区 寻求是不是能够合作 我觉得当然下面底下的工作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因为蓝白没有选上总统 所以他们现在的政治舞台 就是都集中在立法院 只是说现在的立法院 你们要提出这样的 所谓的国会改革的诉求 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觉得民众很好骗 因为民众你如果说 是刚选上立委不了解 那也许去念念宪法 那国民党不是吧 那国民党今天还召开 这个所谓的 什么国会改革要即刻启动 说要把阳光照进立法院 当然除了我们刚刚所讨论的 这些所谓的四大改革主张 是可能有调查权 这些所谓的听证权 是属于是扩权 你必须要这个修宪 再来他们就说 阳光要照进立法院 范老师 怎么看国民党 这个所谓的阳光照进立法院 什么意思 是立法院很黑暗吗 是因为有国民党的 这些立委进来了 才会有阳光照进去吗 因为这次侯友宜没有当选 所以民进国民党 现在把所有的舞台 都放在立法院 磨刀磨磨磨磨 包括刚刚讲过 要增加各种的权利 要增加调查权 那请问一下 这要涉及修宪吗 因为我们现在的调查权 是在哪里 在监察院 那我们是五院系统 那就先提出修宪案 看可不可能偷温过 修宪门槛非常高 你说要什么听证 要国会有听证权 这也要涉及修宪 因为我们的宪法里面 没有这个权利 所以我觉得 然后至于说 叫总统去立法院 进行国情报告 这个宪法是有的 但是他是德 没有说因 而且要由立法院 邀请总统来做报告 所以这个东西 变成是主动选择 是在立法院 不是赖清德不愿意来 然后甚至他们还说 要什么快问快答 搞什么 我保证 以赖清德的口才 跟反应能力 绝对没有问题 可是这是 造成我们的宪法体制 出现了一个问题 我们本来就是 我们算双首长制 总统本来就没有到 立法院去接受 执询的义务 是行政院长 必须去立法院 接受执询 你现在怎么变成 总统跑去 这个立法院 接受执询 快问快答 都完全跟我们的宪法 的精神完全不符 所以这也等于要修宪 所以我真的觉得 国民党现在 把这个立法院 变成一院独大 好像我们这个立法院 已经超越了行政院 他们现在还说 要让核电厂研议 纠正错误的能源政策 你已经变成 不是在监督制衡 你要主导行政权吗 对 这是一个很奇怪 就是立法院可以主导 指挥行政体系要怎么做吗 那我们行政院 变成立法院的行政局了 是不是这样子 立法院独大 行政院是负责执行 立法院的决策 那我们还要行政院长干嘛 选总统干嘛 我们还要选总统干嘛 总统全部听立法院 对立法院来领导国家了 对然后这个 韩国瑜说他就在 中华民国宪法上的九二共识 很奇怪 你当立法院院长 你干嘛提这句话 我大胆的怀疑 他未来就是要跟对岸的 所谓的全国人大要互动 所以说为什么 这个柯建平也担心 如果韩国瑜当上我们的立法院院长 可能过去的国会外交 就尬而止嘛 我们知道这个 游錫坤担任这个立法院院长 我觉得他做的最好的件事 就是国会外交 对 因为我们过去 这个王金平当立法院长 也没有做什么国会外交啊 以前什么刘松凡也没有啊 可是为什么游錫坤 他善用了国会外交的能力 包含 裴洛西邀请美国的众议院议长 来台湾访问 也来立法院啊 我问你 如果今天是韩国瑜当上院长 先把一中 先把一中掰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我真的觉得 一笑大方啦 真的我觉得 我真的在那边呼吁 民众党的八位立委 你们要慎重考虑 要支持有国际观的游錫坤 他这四年来 非常公正的客观的主持议政 他没有独厚于民进党 所以连一些像时代力量 这些立委 他们也感谢游錫坤啊 所以我觉得 真的要让好的议长留下来 而不要让韩国瑜这样的人 当上我们的国会 的确我们看到蓝白 现在是对于自己的立委角色 搞不清楚吗 还是故意在混淆视听呢 除了那个可能有扩权 必须要修宪之外 那我们看到韩国瑜 昨天有说了 他说如果他当然院长 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 是最重要的正确方向 也要表达国民党 亲美合众的立场 奇怪 韩国瑜你是代表立法院 还是你是代表国民党呢 余将军怎么样解读 韩国瑜为什么讲这样的话 还包括南韦 陈玉健也说了 中华民国宪法下的九二共识 是很好的论述 不需要做调整 然后这个李燕秀说 国民党立场始终如一 无需改来改去 否则变成四不像没必要 到底是现在是党还是国呢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一直不知道什么叫做 符合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 宪法里面很明白 中华民国就是现在的 这台蓬金嘛 对 那你的九二共识呢 哪来的九二啦 怎么会突然参进九二呢 你需要去跟他讲一个中国吗 那是习近平的事 你不要跟他谈 就是中华民国符合我们的宪法 因为你的宪法是搬不到中国去的 那既然搬不到中国去 你就在台湾好好讲嘛 那宪法就是宪法 你国民党要共识你就拿共识 不要把中华民国宪法 跟你国民党的九二共识绑在一起 这是两回事嘛 对 你硬凹 对不对 而且他当立法院长 跟这个所谓的九二宪法 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一段 因为他第一个没当过 第二个他不一定当得成 所以先喊先赢嘛 就像韩国瑜 把立法院长当总统在干 罗志强 他把立法委员啊 当成行政院长在干 你进过立法院吗 你提什么改革啊 对 你台北市的改革 你改革了没有 台北市议会 你没有改革啊 他们去监督啊 那时候他当议员的时候 进去的时间比较少 对 他根本还没搞清楚 他没有当满四年议员啊 所以我讲 你连台北市议会的 整个议事规则 程序 你改革了没有 你现在还没有进立法院 你就要提出立法院的 四大主张 那你这些前辈 在立法院里面 三年霸 四年霸 五年霸 都是废物 对 你们这群前辈都是废物 我罗志强没有来之前 你们不会改革 你们迂腐 你们烂 我来之后 一切都变好了 刚刚投考军校 告诉他 我明天要改革陆军 笑话 对 我刚刚进陆军官校 陆伍生 请问你对陆军的改革 有没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总司令太烂 我觉得校长太烂 我觉得军事太烂 我要改革陆军 我提出十二大主张 我告诉你三天之内就退学了 就要把他抄退学 这是共产党派来的 这是还颠覆陆军的吗 你还没有进国会 还没有宣誓 对不对 你就开始要改革立法院 提出四大主张 人家黄国昌 至少也干过四年 好不好 所以人家提 你看 黄珊珊多乖啊 黄珊珊没有提出来 因为他没有当过立法委员 第一次 对 对不起 失禁了 罗志强曾经宣布要选总统 曾经宣布要选桃源市长 基隆市长 屏东 反正他从台湾投到桃安委 就差还没有宣布 要竞选地球防卫队司令而已 他全部都要 你没有选上嘛 你没有选上嘛 那你现在跳出来 提出这些改革 你总不问一问你的前辈啊 问问赖世宝好不好 问问李燕秀好不好 问问国民党那些 当了很久的立委好不好 到底立法院有什么问题 就是立委的角色 然后跟立法院实际的状况 是不是搞不清楚 然后就要来谈改革 不断的在扩权 不断的在扩权 就是希望总统要到立法院 来做国际报告 那可以还成为惯例 成为常态 就是每天都要来 每个礼拜都要来 你是选择叫立法委员 你选的不叫做总统督导 对不对 这宪法去读一下吧 乱搞 然后里面讲说 各独立机关到新政首长 任命权 应该经过国会的强力监督 你是监督还是同意 你要讲清楚 本来就在监督啊 立法院所有 针对行政院编的预算 你立法院哪一笔不监督啊 哪一笔不执行它的成效啊 这不是就在监督 对不起 因为你还没有监督过 还没进去过 另外就是推动 国会的调查权和听政权 这是跟着民众党在跑吗 这是跟着民众党在跑吗 因为他本来就是磕油油嘛 罗志祥本来就磕油油 所以我说这一串的做法 从九二共识 符合九二共识的中华民国宪法 或者符合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 到国会的这个改革 两个字胡闹 那就是在胡闹 还没有报道就开始谈改进 你搞清楚没有 立法院的议事规则你搞清楚没有 立法院如何提案你搞清楚了没有 立法委员的职权你搞清楚没有 还没看就谈改革 先搞清楚自己立委的职责是什么 韩国瑜你做过立法院院长吗 也没有 你有做过吗 锤子怎么敲会不会敲啊 对 然后他这番表态就觉得奇怪 当上院长然后跟这个什么宪法九二 还要表达国民党的什么亲美合中立场 完全错乱 你又不是国民党主席 你只是一个 要跟谁表达 你只是一个不分区的立法委员 他要跟谁表达国民党亲美合中立场 奇怪了 你国民党的立场是你韩国瑜可以表达的吗 国民党立场连朱立伦都说 我这代表个人发言不代表党 有谁可以代表国民党 没有人啊 没有人啊 所以韩国瑜你凭什么代表国民党 表示你的立场 你的立场朱立伦同意吗 你的立场侯友宜同意吗 你要不要回去问一下侯友宜 他现在不选总统了 他还符不符合这个什么中华民国九二宪法 他还是回去喝喝啊做事 回去睡得尽好 所以国民党现在因为总统输了 总统没有选赢 对 他要把立法院所谓的多数 多数多多少告诉你 不就是52对51吗 一席 对嘛 你们到底赢多少啊 52对51而已嘛 就赢一席而已啊 桃园这个大家 两席加上去 对啊 那个是五党级的 桃园六席 任何一席只要翻转就平啊 任何一席翻转就平啊 所以圣不交败不内 我没有看过一个小圣的人 这么嚣张的啦 你是仅次于800席你知道吗 仅次于民众党的800席 是 我赢多少席 800席 我有八个白席叫800席啊 立法院才103 100多席 你搞了800席 国民党就是这样 为什么 要对群众交代 我没有输 我没有输 我们立法院是多数 我们现在立法院最大党 多大多一席 各位我再讲一遍 多一席 你不是多一半 不是说你八十席 人家才二十席三十席 你是多一席 拜托 国民党稍微长大一点 成熟一点 针对法案 针对政策 做一个非常忠诚的在野党 否则人民会看清楚你 你要的是权利 你真的是位置 你没有把人民两岸的安全 放在眼里 是的确 明凤姐怎么看 国民党只比民进党多了一席 再加五党两席 然后民众拿了八席 现在是觉得他们在立法院 就可以执政了吗 就执导台湾的方向了吗 然后再来韩国瑜的这番 这个表述了 到底为什么他当上院长 中华民国的宪法 要加入九二 是一个所谓的正确方向 还要去表达 他要跟谁表达 国民党亲美合中的立场呢 我就觉得很奇怪 多一席就变成国会是他家的吗 九二共事是国民党的党纲才有 他不是我们国家承认的 那我们以后是民党当立法院院长 就可以把台湾前途 觉得有人加入这个中华民国宪法吗 所以这要随便加的吗 有这种事情吗 先去念一下法律好不好 你要做立法院院长 连基本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什么 你都不知道吗 好几个人都是这样子啊 黄国昌提了四个意见 那也是要修宪啊 然后他就要去问立法院院长的候选人 所以说我觉得说 这当然百花齐放 刚进来的立法院的委员 各有主张没有关系 但是有一些人 他本身就是念法律的 或说你可能会当上院长的人 请你发言以前 好好的翻翻这个法律是怎么写的 不要一笑大方啊 你自己自家的党纲 跟中华民国政府的这个政策 到底是什么 是要分清楚的 你不是说我当了立法院长 可以当当成行政院长 我要九二共识 就可以拿出来写九二共识吗 但有点党国不分 对嘛 这个就是国民党传统的党国不分 否则国民党执政 台湾全土决议文长就做了是吗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国民党这次的素质啊 立法院的素质 我觉得真的是很恐怖 听起来真的是很恐怖 如果院长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那什么国民党 中华民国宪法 有要规定说要亲美合中立场吗 亲美合中是你们自己 国民党自己在讲的 这是你们国民党自己的方向问题 对啊那你做好 怎么扯到立法院来讲 对如果立法院长 你根本就是要各国 那谁要各国要交往 你都要去交往 你要平等人交往啊 你那什么什么 亲美合中什么鬼立场啊 你对于外交 就是你外交你要去欧洲 你就要去欧洲 你要去美国 你要去美国啊 没有人什么 没有什么叫做立场的 可以让你立法院院长 你到底是当哪一党的 这个立法院院长啊 是国民党吗 那你就回去当你们 国民党的主席就可以了嘛 他不代表中华民国 立法院长是中华民国 宪法上面的立法院长 所以说如果你们今天 国民党做推出来的 院长的这个水平呢 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真的是笑死人了啦 所以然后这个有关于 这个总统去国会的事情 也是一样啊 这个宪法院只规定 这个总统可以去做国情报告 可是你们现在开始加码 说我们要急问急答 这是笑死人了 然后就开始做政治攻防 就说总统不愿意去怎么样 不是我们国会不请怎样 好现在赖清德已经表明了 他愿意去 他当选之后 就是愿意去国会做国情报告啊 那你们就让他去啊 如果你们要改革的话 你们就不要拿那个 那些什么啊 报告完之后 我还要做什么问答 或是怎样 我告诉你啊 李登卫在国民大会 都没有急问急答 你现在是这个负责 负责是行政院长 你叫总统去急问急答 你是混乱宪政体制嘛 所以你立法院要做什么 无非就是维系我们的宪政体制 跟法律秩序而已啊 还有制定法律啊 那你这个连你的基本的这个职权 你都搞不清楚 你跟我说你要当立法院长 然后搞乱七八糟 整个宪政体制 没有维护好 你还要改革什么 先改革你自己的这个知识 好不好 跟水平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就说 有些像罗斯强是念法律的吧 那在总统的旁边 他他念法律啊 他念法律啊 他要不像嘛 对不对 那你好嘛 好歹也在总统府做了四年的这个 总统的幕僚啊 那国会里面应该怎么要运作 宪政应该怎么运作 你竟然会提出这么荒谬的事情 对 你不要说你书念了 你过去的工作今天到哪里去了 对的确现在这些蓝白 这很荒唐 太离谱了 对这要太离谱了 刚选上这些新科的立委 奇怪 对于整个中华民国宪法 整个的行政跟立法体系之间的角色 难道会搞不清楚吗 来瑞德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还是说觉得民众还是很好骗 那再来就是说 现在的立法院是要主导台湾的方向 主导行政院吗 因为这些蓝委 包括王洪威也说 说什么主张修法 核电厂要演绎了 相信在什么在野党合作下 可以让台湾的能源政策 做出重大的改变 现在是什么 现在就是说立法院 立法委员在主导 我们的整个的行政方向 对 没错 如果按照现在在野党 尤其是两个在野党 抢戏的程度 对不对 我们会误以为说 他们才是执政党 你知道吗 什么都要管 刚刚大家已经讲过了 有关于行政院长 任命的时候 立法院的同意权 你修宪 你知道那个修宪的难度有多高 你不要说 虽然你现在这个等于说 加起来有54席 52加2 民众党还有8席 你要跨过修宪的门槛 你慢慢的等 我讲坦白的 谁都不可能 所以你没有相当的共识 你绝对没有办法进行修宪 那刚刚我觉得 大家就是 他们把自己无限制的膨胀 我讲坦白 从现在开始 为了争取不光度 他们会无所不用其极 会用一切的手段 你不要以为不可能 比如说宪法规定 什么邀请这个总统到立法院 来进做国情咨文报告 对不对 之前不是已经航空航了吗 定期 你知道吗 定期来 然后呢 警戒 他说这是民众党 柯文哲 选举时候的这个主张 你们选举的主张 关我们国家什么事啊 他不管啊 我们的主张就这样 你都定期来 他要定期来 然后呢 警戒而来 马上国民党就 就加码 一问一答 我每个立委 还会一问一答 天哪 那你可以想象 这个总统到底是什么 什么身份 他到底是总统兼行政院长 还是兼内政部长 一问一答 每个立委就 一问一答 线政体制的混乱 无知到了极点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他要抢求他的声量啊 他会不会这样做 会 如果赖清德来 你看他们会不会闹场 你看他们会不会怎么样 为什么 因为所有美国人当 全部都在那边拍 然后就会凸显 他们的知识就很嗨啊 你看赖清德当了总统怎么样 民进党当了总统怎么样 我们的立法员 国民党立法员 对不对 不得了 那他越嗨的话 我问你那民众党怎么办 民众党就只有加码啊 抢戏看谁比较狠啊 看谁比较 能够这个 你不要跟我讲 都要抢曝光 什么理性务实科学 对不对 为了国家台湾未来 你少来这一套啦 以后就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 跟政治前途 国会就成了一个杀戮战场 我跟你说 什么都可以出来 那个不要说咆哮了 以后那个什么 拳头打架丢东西 面粉水袋 全部重现 无所不用 我跟你保证全部都重现 然后那个经费 对不对 合法的 合法的审查 合理的审查 或者是冻结什么 都乱砍 乱动 乱杀 就以后变成这样 为什么 这就是国会不过半 最后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讲好听叫制衡 讲难听 就是因为他们 这几个在野党 他为了 为了要凸显嘛 还有就是啊 那里面有一些 在野党里面 有些人可能会比较理性 但问题是理性的人 就会屈居下风了 为什么 因为以后 媒体 美光灯跟报道 都在那些不理性的人身上 他们为了这样子 所以呢 更能凸显自己 未来在国民党 或是在这个 自己选区的地位啊 他更好选举 所以你可以发现 这一次这个选举完了以后呢 紧接而来 我们立法委员跟立法院呢 就会 那个所谓的院长 政府院长的选举 只是一个开头 然后呢 白的把自己八席 当做八十席 以为自己很大 然后现在呢 蓝绿彼此之间 我问你啦 那民进党可以 完全都没有声音吗 不可能嘛 民进党因为跳出来捍卫嘛 所以砰的火花 又联合竞争 然后又联合这个私底下 运作大家变成朋友 以后又回到一开始的 就是像陈水扁 阿扁时代 那时候的中恒逼合又来了 但是事实上 其实影响最大的还是国政 为什么呢 因为影响最大的是 这样的一个立法院的环境 请问要如何让我们的法案 让我们的相关的这个预算等等啊 能够顺利的往前推行 我个人是一把冷汗 民进党主席 暨总统当选 赖庆德今天到立法院 为新科立委勉励 他以三连勉励这些新科立委 要作为政府跟人民的桥梁 也要跟党团共同合作 同时呢 他也说他当年的状况 他说他当年在立法院 从来没有去应酬 然后连唱卡拉会也都没有去 瑞德哥怎么看 这个赖金德传达这样的讯息是 这是一个高道德标准吗 要这些新科立委也要比照吗 事实上呢 我觉得去年在选举过程当中啊 那么在野党通常常常用很多的这个动不动 就是什么台南88枪 光电弊案 炉炸弊案 议会什么什么 会选什么用这种负面的东西来攻击这个民进党嘛 那我觉得赖金德 他为什么今天到立法院去拜会的时候 特别强到这个事情啊 因为确实赖金德有政治洁癖 他今天去的时候特别强到说 他连卡拉OK都 卡拉OK都没有去过 不要说卡拉OK都没有去过 他从来不介绍送礼 他不送礼 但他也不送礼 怎么你来这个地方 但有的时候我会奉劝赖金德啦 那么党部的这个三节 尤其是中秋节的一厢幼稚 那个送往迎来这个基本的人情 这也无所谓啦 不用不需要到那样的程度啦 不需要到那样程度是说 哎呦因为我不收礼啊 所以我就不送礼啦 我大家清高也不需要这样 因为人情世俗嘛 就像那个红白铁的意思是一样的 红白铁就真的红包 你不包你没包 你人去一下 那也是一个亲母子嘛 对不对 那商家也是一个送个花啦 现在有电子晚年跟一般的晚年等等 那也是一个表态 因为台湾的老百姓 他重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 那个人情世俗啦 我觉得也可能赖清德他的个性啊 我都开玩笑说 快继续这样下去就变民主圣人党 民主圣人党 太高了 难道以后要规定说代表民进党选举的 其中有一条是去过卡拉OK等行 就不怎么办 不可能嘛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嘛 不过每个人都想把立法院当做他的舞台 好我告诉你 以2月1号的新的立法院就是马戏团外加动物园啊 每个人会想尽办法浑身结束表演 然后弄得天下大乱啊 那如果真不懂宪法跟不懂这个的议事规则 他会真的误以为说 哇一个立法委员真的有那么大的权利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